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有一双明亮又水灵的大眼睛 也会为我们的外貌,天分不少 而由今,人们都是普遍的使用智能手机 手机的使用率是相当高的 大众还有这么一句话 鸡不在手,魂都没有 可见我们现代人对电子产品的依赖性 长期的使用手机或者其他的电子产品 对我们的眼睛危害是很大的 可以导致眼睛干涉或者酸痛 甚至还会导致结膜组织病变 出现多种的眼部疾病 今天小慧将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 对眼睛干涉、疲劳、视力下降 能眼部的问题都有很好的缓解和改善的食疗方 坚持吃一个星期 让你的眼睛明亮、水润、舒适 彻底的摆脱二视力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份100克的南瓜 对于南瓜,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了 南瓜粥、南瓜汤、南瓜饼 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吃到的美食 实际上,南瓜除了好吃 它的船身上下其实都是饱 均可以入药 现在我们先把南瓜去皮 我们平时只知道南瓜很好吃 其实它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第一,可以帮助我们解毒 南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果胶 能够连结和消除体内的细菌毒素 和其他的有害物质 由重金属中的铅、拱和放射性的元素 能起到很好的解毒作用 二,可以保护胃粘膜,帮助消化 南瓜所含的果胶 还可以保护我们的胃胶道的粘膜 免受粗糙食品的刺激 促进溃疡的愈合 南瓜所含的成分能促进胆汁分泌 加强胃肠的蠕动,帮助食物消化 所以有胃病的朋友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 第三,防止糖尿病,降低血糖 南瓜有降血糖的保健功效 南瓜中含有丰富的骨 骨是人体胰岛细胞所需要的微量元素 对防止糖尿病,降低血糖有特殊的疗效 第四,保护眼睛,促进生长,消除致癌物质 南瓜中的抗氧化剂β胡萝卜素 具有护眼、护心和抗癌的功效 还有南瓜中含有丰富的心 参与人体、内核酸蛋白的合成 是我们肾脏腺皮质激素的固有成分 为人体发育的重要物质 所以我们平时可以多煮一些南瓜给正在发育的孩子们吃 可以帮助我们促进生长发育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10克的枸杞 我们先把枸杞放入一个大碗里 然后用少许的水给它打湿 接着加入一勺的面粉 然后我们用手把枸杞抓起干净 枸杞对眼睛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其中含有的枸杞多糖还有β胡萝卜素 这两个成分对眼睛有比较多的好处 枸杞里面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玉米黄素 对眼睛会有很多的帮助 特别是对于视网膜以及视网膜中心的黄斑区域 会有很多帮助 但是枸杞的这个玉米黄素是不溶于水的 所以我们平时用枸杞泡水喝的时候 最好把枸杞也一同吃掉 这样才能够保证玉米黄素有足够的受入 枸杞清洗干净后 连同南瓜一同放入料理机里 加入三把毫升的清水 然后我们给它打一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想细腻一点的我们打够两分钟 这里只打了一分钟 打好的南瓜枸杞汁我们倒入一个小锅里 然后我们开火把它煮开 知道南瓜枸杞汁非常的有营养 尤其对我们的眼睛有很好的帮助 煮开后就可以关火了 南瓜和枸杞搭配在一起 经常使用一些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尤其对于一些视力不好 经常熬夜的人 眼睛干涉疲劳 视力下降的人群 可以对眼睛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还有对于一些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来说 经常使用这道南瓜枸杞汁 也能起到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收藏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也非常欢迎大家到我的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